平日的下午 一家專賣餡餅的攤車 老闆包餡餅的手沒停過 一旁的油鍋裡 不同形狀口味的餡餅 陸續換上金黃色外衣 散發迷人香氣 會賣起這超人氣的餡餅 是因為當初在竹科上班的老闆 想回高雄結婚了 做這個之前 是在竹科當工程師 那時候也剛好在猶豫說 要結婚了 那是要把老婆 我以後小孩要接到那邊 還是要回高雄這樣子 因為我老婆也是高雄人 對 我本身也是高雄人 也在竹科那邊也奮鬥了十年了 父母年紀也大了 就還在猶豫不知道要做什麼 剛好有一個姻緣際會 後來我們就去找那個老師 他就說 那你對這個餡餅有沒有興趣 我就說有啊 我本身對吃的就有興趣了 老師父他們一對夫妻 然後他們就說 如果我願意學的話 他們很開心可以教我啦 對 後來就一然決然 就把新竹的工作吃掉了 就是在台中住了一個月 就去學這個餡餅 跟著老師父學做餡餅 很多秘訣都只能議會 無法言傳 這讓當過工程師的老闆 決定建立一套SOP 從煎餡餅的油溫 餅皮與內餡的比例 都要量測好 才能做出口味一致 大小規格統一的餡餅 在炸的過程的油溫需要幾度啊 他們也是跟我們說 那個油就是不要冒煙 就是那個溫度啊 但是光這個油溫 對我們外行人就要去摸索很久 本身自己之前當過工程師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去測一個溫度 然後去設定一個時間 把這整個流程把它一個標準化 給它一個SOP 譬如說我們的麵團幾公克 然後餡料加起來是幾公克 那每一顆餡餅做起來一樣大 我們油溫固定了 然後它的大小重量固定了 我們時間也固定了 那炸出來的餡餅 我們也不會怕說裡面沒有熟 因為東西好不好吃一回事 你不熟就是不能吃 因為自己對餐飲的興趣 讓老闆陸續開發新的餡料 其中的高麗菜餡餅 包入爽脆多汁的高麗菜 香菇 肉末以外 還加入一樣老闆的秘密武器 讓餡餅香氣與眾不同 而口味微辣酸香的酸菜 豬肉餡餅 更是愛吃辣的朋友 不能錯過的好味道 我們的高麗菜吃過的人 大家都會覺得很好吃 但是又說不上來那個味道 到底是跟別人家的高麗菜餡餅 差在哪裡 那我今天既然有人來訪問 我就公開這個秘密 其實它就是在鴨油 因為我有一個叔叔 他在台南賣烤鴨 他每天把他的那個烤鴨 烤出來的那個鴨油 他收集給我 做烤鴨的時候 他在醃製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香料 然後跟那個烤鴨 滴出來那個鴨油融合之後 那個味道特別香 去炒高麗菜我覺得效果很好 因為我吃高麗菜嘛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餡餅 味道還蠻香的 然後 而且炸得很酥 對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還蠻酥脆 即便冷掉 我覺得也很好吃 有一個客人他就說 喜歡酸菜這個味道 然後我就回去 就跟我媽媽去做研究 怎麼把這個酸菜 融入到我們的餡餅裡面去 那我們做過很多嘗試 然後後來我們試出來這個方法 就覺得符合我們南部人的口味 就是有一點酸甜鹹 這種味道我們 我們南部人就很喜歡這種味道 買給家裡的人吃 很香啊很好吃 太晚就沒有了 五六點就快沒有了 餡餅攤車下午兩點開賣 往往到了四五點 就有口味陸續賣完 熟客都知道 要先打電話預訂 才不會撲空 人氣的關鍵 除了是料好實在的銅板美食以外 最重要的是 客人能夠感受到 老闆包裹在內餡裡 那一份對家人的愛 和追求美食的用心 記者周福慶 蔡宜文高雄報導 曉策